这是1949年1月14日 东北野战军对天津实施总攻势的震撼一幕 不同于以往的城市攻坚战役 此次战役 由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指挥的工程部队 充分利用火炮 坎克 装甲车的作战特点 进行了高效的不坦协同作战 极大的提高了作战效能 冲锋时 战士们再也不用像以前那样 用血肉之躯向敌军阵力 在先进的战斗模式和武器装备的帮助下 进攻部队仅用持29小时就攻占天津 全坚守军13万人 为后来北平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有力条件 天津失守后 北平已是孤城一座 经过秘密谈判 聚守北平的国民党华北脚总司令 傅作义率部和平起义 斗地主 旧天坛 老北平风貌 大上海风情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唯一的活动影像 领导者难得看到的轻松一面 如果你想观看本片40分钟完整版 请加入YouTube左右视频会员频道 您可以在电脑端点击下方加入键 或点击内容简介中的链接 那里有更多左右视频原创的记录件 等着你